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爱上了一个学姐 她比我大两岁 很成熟很漂亮 她教我许多事情 当我正对她倾倒的时候 她把我甩了 这让我痛苦了一段好长的时间 我就知道 像你这种男孩 不可能没有故事 每个人都有故事 我不愿意在你的面前隐瞒 我必须告诉你 那段无疾而终的恋爱 使我大受伤害 从此 我不敢接近女孩子 一直到我遇见了你 居然我又会说了 会笑了 会心神不宁 千长挂肚 像一只重生的活鸟 活鸟 相传有一种鸟 叫活鸟 它是永生不死的 它的生命只能维持五百年 到了五百年的时候 它就把自己投生到烈火里 燃烧成灰烬 这灰烬会变成一只重生的火鸟 再活五百年 你是重生的火鸟 为你重生 再活五百年 你不怕我也少你一次 为你 值得 再烧成灰 我还追你 五百年又五百年 每个五百年都属于你的 三百年又五百年 三百年都属于 thy 二十六百年 在美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吧,乔妹,我也会诚心诚意地听 你是姐姐的同学,姐姐的男朋友 五年以来,你出入我家,就好像是我家的一份子 但是,你却和姐姐输远了,为什么 你知道原因的,只是你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 你知道得很清楚 我不可能同时爱上两个女儿 从你十六岁,我就才开始等你长大 你和我一样清楚,一样明白 我爱的是你 不,不 你不能爱我 我是个瞎子 我能爱你 不管你是瞎子还是龙子 我已经爱上你了 而且我要娶你 你不能爱我 因为你是姐姐的男朋友 如果我抢了姐姐的爱人,我会死无葬身之地 小梅 我跟你姐姐之间早就默契了 她知道我是为你而来 她一直都知道的 所以你让她痛苦 你让她不愿意回家 你让她不愿意面对我 你成了我和姐姐之间的绊脚师 你理解了我们姐妹的感情 你先追求姐姐 你没有良心 你借一丝欠 你怎么会这样对姐姐呢 小梅 你心里只有你姐姐没有你自己吗 你怎么知道燕燕是为我痛苦 为了我不愿意回家呢 你这个魂囚 今天早上 姐姐特地来清房里找我 她跟我谈了很多很多 她总算对我承认了 她喜欢你 你问我 是不是我心里只有姐姐 我告诉你 一直不是我心里只有姐姐 而是姐姐心里只有我 从我六岁失明 姐姐就背上了十字架 她一直在为我牺牲 她一直在为我做各种事 几乎习惯性地做 你说我依赖她 是的 我是很依赖她 因为她最了解我 然后 她发现你转移了目标 你却让爱上那可怜的 失明的妹妹 她除了推倒一杯 莫莫的忍受之外 她还能怎么样 她只有把你让给我 即使你是她的全世界 她都会让给我的 你懂吗 桥梅 桥梅别哭 你不要碰我 你能不能告诉我实话 桥梅 你能确定 燕燃说她要我吗 她当然不会说她要你 因为她以为我要你 她怎么会说呢 那 那只是你的猜测 我或者曾经伤害过燕燃 不过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桥梅 你不要再做点字符了 你想得太多了 你知道 这五年来 我心里只有你吗 我寻言 婚众 总 你们 你应该学习对你慢慢来 你应该学习对姐姐快快来 巧妹 我坦白告诉你 今天不管有你没有你 我跟嫣然 都不可能再有什么了 什么事情都可以勉强 只有爱情 不能勉强 你知道 爱情不能勉强的 是的 那么 你为什么要勉强我呢 你 我不爱你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未来的姐夫 我对你的感情 矜持于此 我们不要再纠缠不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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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让的 你太不了解自己了 只要我们姐妹之间 真正起了冲突 你会让的